师父从马来西亚回来了 不顾疲劳 不休息 就借鉴我们 使我们悲喜交加万分感动 感恩不尽 回到师父身边 这几天给我们讲经说法 念佛 使我们都沐浴在佛法的 汪洋大海之中 洗掉部分烦恼 我们的佛报 多大 时间过得很快 过两天就要回国去了 回国后怎样办 请师父开始 回国之后走吧 回去之后 希望你们把这一边 在这一边 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不要忘记 回去 你认真地念佛 听经 你们回去 都会带一些 这个微信地回去 带去东西虽然不多 希望你们能够反复地听 一定要多听 古人讲的一门深复 常识寻修 我们才能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 在古籍里面 在古籍里面记载的 唐朝 中南山 道宣律师 这是 律宗的 祖师 他老人家一生 听四分律 四分律 葬 是相当大 骨头的 一部佛书 他听过 二十遍 我们就想到 古人求修 那种艰难 辛苦 从前 听一遍 那就是法师 讲一遍 法师 不可能 一遍一遍地 重复讲 于是我们就想到 可能有很多地方 凡是由法师讲这部经 他都去听 现在我们得高科技的方便 我们得到一套 VCD或者是录像带 你在家里面就可以反复地听 那么在美国 洛杉矶 有一位赵立本居士 他得到了一套六足弹金 一套金刚金 这个那个时候还不是录像带 是录音带 他反复听了一百多遍 他给我讲 他很喜欢这两部经 专门学习这两部经 念佛 求生净土 可不可以 我说决定没有问题 所以他死心塌地 将这两部经 听了一百多遍 现在他在美国到处 讲这两部经 听说话语很深 很多人喜欢听他讲经 所以东西不要多 不要多 一闷深入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 牢牢记住这个方法 阴门深入 空余的时间念佛 无论在什么时候 我们这一句佛号不简单 这样就很好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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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